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 彭丽媛豁成后期时代内斗幕后要决 作者杜正指出 铁宁是继郭沫若之后又一名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作家 他在过去十多年 作品质量平平 但因在政治上将当权者靠拢获得高盛 他时常被类比郭沫若 铁宁与习近平夫妇渊源深厚 尤其与彭丽媛交情深厚 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 大概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文艺界 二是军队中 三是在老乡当中 作者认为 习近平极权之势 正比肩见证的毛泽东 但在中共历史上 毛泽东也逃不过让夫人江青参与政治的怪圈 独裁者走到最后 老朽来临 可能谁都不信 只能靠夫人上针 文章说 从彭丽媛一贯的低调看 与江青显然大不同 但时势所迫 一旦后习时代 朝政出乱子 未来彭丽媛是否走上江青老路 成为内斗幕后要角 外界还在观望 当然 彭丽媛本来还可作为一个贤内主 心贤能 远小人 小者可占国母风范 为草民发生 大者可扭转席的左转 推动埋葬一党专制 这其实也是扭转席面临的危机 也就避免了日后全家的身家性命之危 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 彭丽媛似乎并没能阻止习近平 做任何一件愚蠢的事 反而有各种传闻证 他是习近平升迁路上的重要只囊 很多军队关系 高层的人事关系 都是彭丽媛从中运作 帮习近平疏通 应该说习近平的今天 与彭丽媛在幕后的运作密不可分 除此外 台湾上报在另一篇文章中 引述推特网友二大爷的文章 讲述了中共在进行所谓权过程 民主中的那些事故 其中还包括习近平当年在福建任职时的 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共人大的总理选举 在疫情期间制造了上海惨案的李强 获得了三张反对票 这在如今中共强力控制下的走过场中 已经算很罕见了 但其实在中共假模假式的全过程 民主历史上 是出现过很多显为人知的意外事故的 这些事故的主角 也包括习近平 众所周知 中共完全操控下的人大选举 其实都是自己人选自己人 帮内走个形式 一般不会有意外 所以在过往为了掩人耳目 也搞过差额选举 就是一个职位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 通常在这样的选举中 中共提名的第一人选 往往事先已经跟代表们打过招呼 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意图 陪跑参选的通常都是名不见经传 资历和声望都相差巨大的候选人 一看就知道是充数的花瓶人选 但即便如此 只要是真选举 就会出意外 1993年1月 中共在十四大前后 制定了省级人士调整方案 随即各省市召开了新一届人大走过场 浙江省省长指定的人选是葛鸿生 他已经当了两年多的省长 这次是准备第二任期 陪跑的花瓶是前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刚刚交流到浙江任排名最后的副省长 万学院 论资历论人脉 都是一目了然 但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葛鸿生当省长的两年政绩和声望都很差 很多代表早就不满 结果在选举投票后 外来和尚万学院居然得票超过葛鸿生 按照法律 万学院当选 当时中共组织部门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惊慌失措 票选结果出来后 把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封控在会场 不准离开 美其名曰放电影休息 在上报中共高层后 经过四个小时的紧急会议 最后同意了选举结果 当选的万学院知道结果后不仅毫不高兴 反而惊慌失措 以为自己违反了组织纪律会遭到处理 仅仅在三天后 贵州省竟然出现了更神奇的剧本 贵州省当年的省长选举是定额选举 唯一人选是王朝文 他从1983年就开始当贵州省长 树大根深是真正的地头舍 但王朝文也是名望 口碑极差 所以在选举时 贵阳市和遵义师代表们联合发出动议 联名推荐陈士能作为省长候选人 陈士能是谁呢? 陈士能和上面提到的万学院一样 是外地干部 他从清工业部副部长的位置空降贵州 任副省长 完全是混资历的 根本不在组织意图中 但是根据中共的人大选举法 10名代表以上就可以联名提出新的候选人 所以陈士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获得足够的代表支持后 成了正式候选人 而且在之后选举中击败王朝文 当选省长 贵州代表们同样在选举后被封控在现场 等待中央的决定 反正都是自己人 虽然是意外 但中共最后还是确认了结果 但这两位意外当上省长的人 后面的仕途都很不顺 基本上就是干完一届 就被打入冷宫 任贤职却了 由此可见 中共只要搞真的选举 哪怕是内部选举 都会有很多打脸的情况产生 最丢脸的故事中 当然包括习近平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1982年 靠着复印最早去河北正定县 当县委书记 但是他的政绩和口碑极差 尽管习家极力活动 但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高阳 极为反感习二这种 凶无点摸的顽固子弟 挺住压力坚决不予提拔 高阳甚至在省委常委会上 公开了习众薰卫儿子 跑官要官的事情 令习家极为难堪 迫于无奈 习家通过上层关系 1985年把习近平 调到福建厦门当副市长 但是在厦门 更丢脸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名声不假 习近平1987年 居然为通过厦门市长 等额选举所需的50%选票 连一半的选票都拿不到 这在走过场的选举中 极为罕见 这一点习近平确实前无古人 在厦门混不下去 习家又活动把他调到 福建宁德当书记 尽管无德无能 屡屡丢脸 当习二在强大的 家庭关系网的庇护下 还居然就在辗转 藤楼中步步高升 但即便如此 习二的民主事故 依然没有结束 1997年 习近平已经被内定为 中央候补委员 但在党代会投票时 知道他底细的党代表们 很多不买账 他的得票全场最低 差点就达不到当选及格线 但可惜的是 在强大的组织意图下 他还是混进了中央 成就了今日一地鸡毛的 中共和中国 习近平的升迁之路 完美诠释了 中共立淘汰的权力生态 如果你是第一次 听到这些事 看完了 你对全过程民主 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留言说来听听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